哈嘍大家好,我是DunLow 欸這一期特價挺不賴的 各方各面好評不斷作品都下殺到最低價 這些都非常值得入手 那我們就來看看有哪些作品能夠洗你吧 獸人必須使三歐Smart Style 3 評價77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第三稱動作塔方遊戲 依照關卡不同來守護核心抵擋獸人們的進攻 而玩家可以佈置陷阱在關卡地形上 來好好的柔認這些獸人們 那玩家也能利用助武器來輔助攻擊 包頭的話更是有傷害加成 那遊戲最主要的樂趣就是看這些獸人 被你所佈置陷阱轟的七分八數的 很紓壓的遊戲,但是很不耐玩 雖然後面會出些特殊的怪物 像是飛行怪或者是巨魔 來強迫玩家選擇不同的陷阱應對 但其實玩到最後你會發現 總有一些萬金油陷阱特別好用 於是就用那些玩到破關就好 而且看得出來之後團隊盡力了 有設計一些大型關卡 可以佈置戰爭機器來轟炸獸人 但同樣玩久了就會有一種無雙式的無聊 不過說是這樣說 遊戲在該類型的玩法上 應該算是頂尖級別的遊戲 應該啦我是還沒看過 比這還要頂的第三層動作塔房了 所以還沒玩過的人 來強烈推薦的試試來開開眼界 底層迷中評價1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奇幻風格的倉庫翻遊戲 有一種奇怪的地下城在裡邊怪物不會攻擊人 而且只要移動就停不下來 必須得要裝上障礙物才有辦法停止 那遊戲通關條件就消滅所有怪物 並且抵達門邊就能過關 那每關能獲得不同武器來使用 分別是劍、弓、盾、手套等裝備 來造成攻擊、推移等效果 但是關卡結束之後所獲得的裝備就沒了 簡單來說就是看關卡 燒腦、撿裝備、砍怪物、抵達門邊就能過關 而且只要在限定部署內完美通關 就會開啟進階關卡來讓你挑戰 離邊多達150關的關卡 我經歷了只破到50關左右 當初玩到差點腦袋過仔 很難真的是很難 不過遊戲很推薦啦 長期美術設計上有邀請到 曾經參與過巫師系列的波蘭美術設計師 來進行調整油畫 所以地下城氛圍營造的真的是很好 配樂音效也大得恰大好處 想要照相腦的玩家可以試試哦 野情人Moolighter評價12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這個世界裡突然冒出5座迷宮 於是冒險者們聞訊而來漸漸的發展出一座城市 但好景不長的越來越多人在迷宮中失蹤 於是城市又沒落了 而我們主角有個夢想 就是前往沒有人去過的第5座迷宮裡面 於是冒險就這樣展開了 而玩家所要做的事就是去迷宮探險打怪拔素材 白天擺在自家商店來販售 價格太高客人們就會抱怨 價格太低客人們則會冒出閃亮亮眼神 你就得依據這樣的回饋來找到合攝售價 那錢賺的越多就能升級商店 或者也能僱傭商人來城市裡邊住店 這時就能買到藥水、武器、防具等 讓你在攻略地下城時獲得更多助力 玩起來挺不錯的就加做水平的程度 如今特價到47元 賣來打發時間可說是超級划算哦 龍族教育黑暗在鱗 Dragon Stagma Dark Lucent 評價有2萬5千篇左右的幾度貨評 角色扮演第三層開放世界動作RPG 主角生活在小村當中 但突然有一天紅龍出現 十五激淡的攻擊村莊 眾人哀嚎且四散奔逃 就會有主角拔劍向紅龍攻擊 雖然馬上就被揮出去了 但紅龍卻驚訝主角的勇氣 於是拔走主角的心臟同時肆與不捨能力 成為覺醒者開啟故事篇章 那遊戲職業多達9種之多 從基礎到進階甚至到混合職業都有 當然我覺得最帥的就是巫師 以及混合職業中的秘法、騎士跟魔道攻守 那戰鬥系統操作上真的是太好玩了 裡面多的是史詩級Boss戰 搭巨龍、師救手、大野怪等都很刺激 角色培養起來 學到超帥的技能來攻略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主線故事也講得並不差 如今龍卒交易二代有四出消息快推出 可趁現在買一代來體驗看看 這款放到如今也非常好玩 但是遊戲有個很嚴重的缺點 就是在裡邊跑步竟然會消耗耐久 而這開放世界做的有夠世界大 雖然不至於到空曠 但跑下停下回耐力才能繼續跑 那個煩躁感真的是瘋狂飆升 但是好險這個可以做MOD來解決 於是要玩之前 記得去找個跑步不耗耐久的MOD來裝 天國降臨就屬Kindon Kong Deliviance 評價8萬1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擬真中古世紀開放世界RPG 主角是因為身份較低鐵家某天因為戰爭緣故 被迫捲入一些陰謀事件 那無法因為講求擬真的關係 只要進入遊戲就能感受到種種細節 像是一開始主角爸爸會要求你幫忙買東西 而人執行的手段非常多樣 像是你能夠真的賺錢來去買 或者趁警衛沒看到時用偷的 甚至包裡一點用搶的 當然被抓到的話就是被關在監獄裡邊 那假設身上如果太髒有血跡 羽人對話者態度轉變也能感受出來 可能會變得愛理不理 或者因為感受到你身上的殺氣 而變得唯唯怒怒也是有可能 那戰鬥方面很擬爭 攻擊與格擋間非常講究 一對一打起來想要戰勝對方都有一點艱難 甚至你會懷疑 究竟是你太菜還是這個村莊冷均健勝 而這充滿細節的玩法可並不代表好玩 喜歡單槍匹馬 神兇主義爽快打打殺殺的玩家 這款就完全不推薦給你 反過來如果喜歡慢節奏步調來享受的人 這款你就可以考慮考慮 刺客架條奧德賽評價10萬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UB最後的高光遊戲 刺客架條系列近期最值得一晚的作品 主要世界觀是在講說 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 那裝備系統擁有普通西歐史詩傳奇裝 主要就是玩家接任務打寶來獲得 或者用堆素材的方式來提升裝備的素質 看起來很濃要解一堆罐頭任務 但實際體驗上卻還好 罐頭任務要解不解 其實不太影響主線劇情的遊玩 順速玩下去就能把裝備給堆上去 那同樣這一代也有海戰系統 一樣要升級船隻 同樣不用特別濃就能獲得較好的體驗 然後等級提升還有天賦配點等要素 看是要隱形逆中來暗殺 或者是轉型成狂戰士來開悟霜 都有你的玩法來決定 那UB今年可以玩的遊戲 我認為應該就是刺客架條起源與奧德賽 那起源又是奧德賽的前著 兩者現在又打折 時間充裕的話可以先從起源入手 當然時間不多就直接玩奧德賽就行了 同期生旅梅可 評價有2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純純的經典戀愛模擬之作 原版同期生於1992年時推出 是當時日本發售的第一款戀愛模擬遊戲 當年的校園神作之一 也是一款沒有那麼晃的小黃油 畢竟那個年代嘛 尺度當然沒有那麼大 不過取而代替的是在豐富的劇情之下 每個角色都充滿著靈魂 一舉動舉手投足之間 頓時會讓你想路飛飛臉紅心跳 彷彿回到情鬥初開學生時代的我們 那遊戲玩法偏向於思覺小說外加經營策略的方式 男主為了讓最後個暑假過得更有意義 每天化身為時間管理大師 在打工、相遇、搭訕之間 進行一場場青春約會 那裡邊多達社會以上可以攻略的對象 同學、人妻、鄰居、店員、女教師等等 我們都可以前去認識認識 若想要嘗試看看當年的神作 現在同級生女Maker就是最好的機會了 Limbo 評價有26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是一款平台跳躍解謎遊戲 玩家將扮演一名無名男孩 將跨越重重危險前去尋找他的姐姐 那是過程中會遭遇許多陷阱 像是見到奇怪的陌生人 看到巨型蜘蛛 還得闖過機械工廠 玩家必須思考解謎來通過 那我不確定有沒有記錯 如果記錯的話麻煩留言糾正一下 因為我記得這款好像是 開創了這種黑暗系風格的平台解謎遊戲 因此誕生了許多知名作品如小小夢魘 以及一堆差不多這種類型的遊戲 所以對這種始祖級作品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買來嘗試看看 好啦 這期特價就到這邊 附上懶人包資訊 龍族教育真的是強烈特見 戰鬥方面太好玩了 如今二代將要推出 我超級興奮 大時候一定搶手法 覺得不錯在做這影片出來介紹